人人都想安居落葉 不過不是做了業主就行 還要看你好不好幸運 位於張桂澳這個私人參見的居屋 另一年入伙 一共八座,加上有3200戶 是少數設有泳池和回所的居屋 本來環境不錯 不過業主批評屋卷管理有問題 現在老鼠是否忍著天花去走 不少業主都說周圍有老鼠 從片段可以看到 老鼠在地上大堂信箱位置走來走去 看見都沒有管動 業主黃先生說 老鼠是去年開始出現的 直到上星期 我晚上在第一座和第二座之間 也看到有老鼠飆過 在大堂裡的天花 有機會有些老鼠走過時 聲音傳下來 因為我們那些是格製天花 我相信它尺寸也挺大 尾巴扔了出來 有些住客的低層 有老鼠進去 除了經過廚房的抽氣線 通風口進去廚櫃之外 也有一些在走廊裡看到 在走廊發現的老鼠BB這麼小 不小心真的很容易讓牠走入屋 這次做了這麼久 其實有沒有向管理處反應過呢? 自己最近也有投訴過的 管理處說牠有下老鼠藥 至於有沒有很實質地 讓全民的計劃來滅鼠 我暫時真的看不見 除患之外 居民還投訴經常沒有鹹水供應 你女士從入伙開始 已經在公園住了20年 沒有廁所傷的情況有多頻密呢 一個月一次 有時突發性的就是兩個星期一次 那管理處有沒有說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他說天台的鹹水箱 的鹹水風那裡有些問題 所以要弄 弄多久呢?牠又說不知道 有時就呼喚著我 正在弄,有時就沒有人接電話 沒有鹹水這個狀況 最長是維持了多久呢? 兩天 不過很多時候 我樓下…樓下聽過其他地方說 他們說最長一次 一個星期都沒有鹹水 而在疫情之下,他們覺得很髒 就算不是疫情 沒有廁所水 也令日常生活極之不方便 除此之外 你女士還投訴垃圾經常沒有人處理 結果有一次我開門 連開機都開不了 因為撐住了 這樣就維持了兩晚 我去投訴,他又說正在做 我去城樓很多街坊 每個人都這麼說 說他們經常都不清潔、不乾淨 垃圾堆積的情況不只一座 管理公司曾經張貼通告 由於垃圾槽損壞 晚上的垃圾需要按人手決定 是否做 有居民表示 這次晚上最多垃圾 因為人手不足,已經有三晚沒到 擔心會爆發新冠肺炎群組 垃圾多,舊衣服一樣多 回收箱失敗 一袋袋衣物堆得好像山高 也沒人清 你女士對管理公司已經很不滿 收到通知,今年又要加管理費 簡直覺得很離譜 其實我很想換他們換那間公司 他們很多時候給我一些問卷 所以答案是十分不滿意 但還是沒見過他們有改善 過去有不少業主都不滿管理公司 過去有多少街坊 你剛才投訴管理公司出現了問題 我想根據我的統計 雀錦也有40%的住戶 也有跟我反映過關於管理的問題 其中一項業主最不滿意的地方 是屋苑的住宅儲備 金額由2013年的1300多萬 大幅減少至400多萬 過去不少支出,街坊也認為是浪費 例如公園裡這個大石用了八萬元 一些重要的維修 就這麼多年都沒有處理 外牆也有很多損壞 當中以這幅的外牆 都是比較多列紋 而我們在轉角位這裡 也看到一條很粗的列紋 其實這麼多年問題依然都在 都沒有怎麼處理過 我們很擔心日後如果再發生 同類的意外的時候 突破人,究竟責任是誰負責呢 很多業主都很擔心這個問題 韓先生在這裡住了十年 他認為屋苑最大的問題 是業主立案法團和管理公司 處理任何事都不透明 十年裡基本上每一年都加到管理費 每次都加成差不多10% 管理公司的酬金 聲稱到今時最新增加是 六萬三千多 但其實比起隔離同級的屋苑 其實這個管理公司的酬金 都仍然是偏高的 而且他們裡面所有的工程 他們所有的細節 很多東西都從來沒有跟 我們的業主是公開過的 管理公司和這個法團 很多的細節都仍然是 不公開的時候 其實很多業主都不知道 究竟我們每個月辛辛苦苦交的管理費 究竟是花了什麼地方呢 我們嘗試換管理公司了解 我們東張西望的 我們收到業主的投訴 就說屋苑的衛生有問題 你等我,我就回答不了你 你回答不了 你有負責可以再出回應嗎 我們沒有的… 我們回應不了的 據說,不少業主都希望 更換管理公司 不過這麼多年都不成功 我們曾經向法團也許有一個提問 但是這麼多年以來 法團從來沒有解釋過 我們也試過在周年大會以外的時間 問一下主席、問一下法團的委員 但是其實這麼多年來 除了每年他們一定要開的周年大會之外 基本上我們沒有任何業主 是曾經見過這個主席 或者法團的任何一個委員 法團他們手上拿著持份的票數都頗高 原因是因為很多商戶的票都在他們手上 而我們知道其實現在很多商戶的大業主 其實都是現在法團委員的其中一個委員 所以我們懷疑就是 商戶和法團之間會不會是互相包庇呢 於是我們以電話聯絡業主立案法團主席 吳先生 你有沒有聽過他們的投訴呢 他們其實想換這個管理公司很久了 你有沒有聽過? 我沒有聽聞過 你說衛生就… 衛生卷也有的, 衛生就 從老闆來說, 也是去年的事 但是持續了一年, 今年… 今年也有人看到 今年我們改善了, 今年 後來法團再以全真回應 說屋卷進行了一連串滅屬屍之後 去年已經已沒有薯垂問題 יר oro又覺得如何 普韩老樹架跟蟑螂一樣 你看看旁邊這麼多的 有很多 Progress, 可以避走界日 很多老樹、蟑螂 基本上每天都會見到牠야跑來跑去 那麼誇張 我看到很多Lotus都說有滅鼠藥 但好像沒什麼用 至於投訴指 立安法團包庇管理公司 吳先生這樣回應 當然不是,這些包庇管理公司 然後明明業主有很多投訴 你又說沒聽過投訴,這裡很奇怪 你覺不覺得奇怪 投訴有時候有,怎麼會沒有 是,投訴多數都有 但你有沒有處理過呢 你這麼大,以來我剛才已經想有了 在全鎮,他們亦再次表示 沒有收到業主反映要找管理公司 其實業主和立安法團的爭拗 已經持續了幾年 希望大家真心為居民著想 盡力解決問題